- 感覺上是抓到Carsa就是知道他要讓藍 然後還會回去吃這個三郎的同時 Midius已經先叫過Rakore了 然後這邊是滿狀態的情況下回來 現在Carsa往上半部踢四鳥去 但Midius是把上半部的雙十大隻的給吃掉了 Midius這邊要非常非常小心 - 看起來絕對被Gang了 - 要非常小心Midius在這邊 - 先開心力量想抖 往上交閃線 Midius往前跟Puya拿到手殺 - 哇 - 這個感覺真的要交閃就直接交了 - 打野在四鳥區已經遇到了下路 - 蛇蛇點到了第三層的被動 - 把Smoothie往前一吞 - 難道要靠著NL跟蛇蛇的雙耳線打出優勢嗎 Smoothie這邊血量很危機 - 靠了NL虛弱 往回零章衝擊 硬衝 - 陣包射擊出手 NL這邊是壓低對方雙耳線的血量 - 這個二打二直接 - 該站出來的都要站出來的 不能再延了 - 說那個什麼NL鑽石那個 - 本來想要延到後面 - 現在都沒辦法他延了 - 喔呦 這邊是蛇蛇 - 被Night的Limidius抓到了 - 被舔了三下強填 - 閃吞後面是哪一隻KASA就來了 - 三加一貓的報恩 - 就在這一波窄口裡面 - 把這個人通交到了KASA手上 - 貓想偷心吃魚 - 結果被殘除 - 潛了啊 - 那個大快朵 - 直接 - 沒辦法 - 蛇蛇這個閃蹲也是相當的迅速啦 - 其實剛剛Night的Li交閃 - 他就沒事了 - 不過這杯就是蛇蛇的反應 - 快他一擊 - 他直接一個閃蹲 - 讓他連反應的時間都來不及反應 - 沒錯 - 所以這邊下路又成功了 - 打出了破口 - 順利刷了大絕 - 卡爾薩的重擊還是拿到 - 我是覺得為什麼你敢聚上聚 - 胸一隻太可惜了 - 哇 卡爾薩踢到了 - 這邊是閃線 - 互換 - 欸 但大腳一踢 - 貓往前一撲 - 咪了這邊想做傷害 - 喔 兩邊的閃線都交出去 - 那話感覺像是不是 - 卡爾薩有沒有想要R閃 - 上半圈的野軍都事先刷完了 - 他已經早在上一攤野怪的時候 - 他就知道Meteos會這樣子進來 - 對 - 所以他在很 - 玩那個很OK的時間 - 他已經猜到Meteos的動向 - 成功的把石像跟四鳥都先刷完 - 讓Meteos沒辦法抓準他野怪重生的時間 - 這邊下粉眼的話 - 感覺上會被對方很快就排掉 - 這個是有必要的嗎 - 他想跟他B站 - 還想要B站 - 哇 真的B站了 - 卡閃了 卡閃了 - 這邊是一個三打三角 - 這個兵的力氣敲 - 蛇蛇是開了護盾 - 不體是超厚的牆壁 - 馬上交閃現 - 跟吃了AD的治癒 - 往後拉掉 - 哇 那這一波沒有打起來 - 閃電王的TP - 咪咪彈這邊也是直接下來 - 這一波勢必要把兵線極限的 - 拿掉這個塔 - 不然的話咪咪彈 - 就完全沒辦法玩了 - 不過這個現在對面的雙 - 那個奈德利跟伊澤瑞爾的魔量 - 應該是沒辦法守這個塔 - 這個塔是勢必會想要把他去 - 想辦法把他拿掉 - 但另外一個角度看的話 - 把這個眼睛先給買好 - 但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奇怪的點是 - 他出了紅眼石 - 出了粉眼 - 為什麼不換掃眼的道具 - 這邊的話 - 我們現在看一下效率這一波好了 - 音PAC已經打到滿度 - 被守護者才覺吹飛 - 但是是一個大腳一踢 - 又是熟悉的畫面 - 音PAC是一個狂笑猛擊 - 卡薩還要閃喔 - 卡薩還要閃喔 - 閃一下Q1兼Q2 - 反身小暈眩卡薩扭過 - 必須往對面有傳送的那邊去做進攻 - 而且這個娜爾一定會很白爛的去壓迷迷彈 - 是 - 所以這邊卡薩繞進來就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- 然後這邊 - 那個音PAC的這邊也是 - 想要利用他的優勢做的事情 - 所以才導致他這一波會被GANK到 - 卡薩剛扭過音PAC - 最後給的這個暈眩了 - 他走位了 - 他走位了 - 這一步 - 這樣蠻有幫助的 - 現在是Claw Knight開啟的這一條烈地飛龍 - 多人都已經集結了 - 五個人都在 - 就看一下這一波閃電來要非常非常小心 - 卡薩被正當冰封的效果打出來 - 蛇蛇一噴 - 後方TP量難道要打了 - 卡薩狀狀態並不是太好 - 又一標蛇蛇吃到 - 後方蜜蜜蛋趕過來 - 這邊Claw Knight被切成了兩邊 - 一邊是左邊 - 然後這個是四個人 - 另外一邊是Jensen的一個右半補 - 打是不得 - 那你就會先輸團 - 那你輸團之後呢 - 你的隊友要是繼續收兵你就輸團嘛 - 那你的隊友不收兵趕過來救你 - 那也是幫你插屁股而已 - 那還要掉了一堆兵 - 一點好處都沒有 - 所以現在不太會選擇控線 - 主要是這個人 - 把兵全部守出去 - 但是這一波傷害灌下去 - 這條小龍兩邊都又想搶奪 - 最後是Claw Knight拿走 - 然後又讓蕾茲開啦 - 把其他人帶回來 - 把Claw Knight帶回去 - 對吧Claw Knight帶回去手中 - 然後咪咪蛋那個直升 - 一頭爆發直接秒掉 - 沒有任何理由跟藉口活下來 - 直接帶走 - 就是在這個0.1秒的世界裡面 - 直接打出人頭 - 不然我剛剛還講到一半 - 他就做大事了耶 - 這樣子他可以繼續的 - 繼續的去進攻他的野區 - 然後二塔應該是壓不到 - 不過他可以繼續進攻他的野區 - 哇!Maple這邊走位好鬆燒 - 好痛喔 - 被灌了一套殘血 - 開G了開G了 - 這邊是直接把你血量G下去 - 由Milius來扛 - 哇他們這樣子換血 - 反而是讓這個二塔可以被點 - 而且Claw在這裡的人都沒有魔力啊 - 不能使得洗這條兵線 - 而且納爾 納爾要進場了 - 閃亮只是要全部往後拉 - 蛇蛇這次板邊讓納爾跳跳 - 給...吞進去啊 - 而且夏天風都拿了一個納爾 - 風堂在秀 風堂在秀 - 尼克跟風堂的對打 - 超人的風堂 - 沒破 - 連納爾都爆了 - 這一波三天堂拿到手 - 巴龍也要拿到 - 這一波25分鐘的團戰 - 1比7的人頭差 -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叉燒要幫他首選雷茲了吧 - 他下面是一打 - 不是他那個個人 - 他個人操作能力太誇張了 - 他怎麼可以這樣子一個打三個啊 - 我覺得除了 - 剛剛雷茲這個精彩操作出來 - 蛇蛇那個團也很關鍵 - 對 他把變大的納爾直接先收起來了 - 納爾準備要進場了 - 對 - 他直接把他要變大的那一瞬間 - 納爾已經開W了 - 迫使他兵 - 大家可能想要來一個 - 想要來一個閃現開R之類的 - 就他直接把他收進去了 - 原本是上一個這個奈德利 - 然後他又打輸了之後換另外一個布朗姆 - 是兇 - 咪咪彈被抓到了 - 手中是有閃現有大絕 - 來看看逃不逃得掉 - 被一堆控制 - 灌在身上 - 最後是倒了 - 但上路這裡的話是犧牲咪咪彈的性命 - 來換這個上路的二塔 - 感覺上跟我推啊 - 你拿波比換二塔賺 - 那我就讓波比去死一百次 - 然後我就把對方主堡拆了 - 對啊 你賺啊 - 會贏的血 - 但是直接逼了AD一個閃現 - 怎麼說他還是賺的 - 一定賺一定賺 - 守護者才決 - 這個直升機 - 波比的老套路了 - 直接把人捶走 - 然後強拿這個高地塔 - 閃電狼踏上了Cloud9的高地 - 下路的高地已經是把這個方向給摘了 - 中部現在還沒帶出去的情況下 - 其實我們太有這一樣阿戰 - 這裡就直接踢到Maple面前一道灌倒 - 咪咪彈也TP趕過來了 - 要吃巴龍了 - 這一把就知道要TP下來吃巴龍 - 這樣子我相信這個巴龍是絕對沒有問題 - 咪咪彈是一個巴龍守護者 - 喔是好快喔 - 雷誌的傷害太高了 - 沒錯巴龍又要拿到手了 - 閃電狼33分鐘遊戲時間拿到了巴龍 - 經濟領先到了將近快要到1萬塊左右 - 剛剛那個堆線過程就可以很明白的 - 至少納爾跟波比打線波比是很不好受的 - 而且這一波一直都會還是沒有閃現 - 閃電狼踏上了上路的高地 - 雖然多維克特放了一個立場 - 波比現在波比要一直追著納爾 - 不然納爾傳送的話會出大事喔 - 傳了傳了傳了 - 現在波比就在追 - 但是納爾已經TP了 - 看起來是斷不到 - 進場但Maple自己一個人選擇先走 - 是小納爾喔 - Maple先走了 - 那這一波閃電狼的撤退意圖是成功的走了 - 看起來是最好的 - 而且在兵線的問題上看來是 - 哇 恩格爾這邊被灌了一套 - 馬上交閃線離開了這個混鬥風暴的傷害 - 哇 這感覺好像有點小失誤 - 但是卡塔把Jason提出來了 - Jason交閃將回復 - 這一波在窄口裡面 - 伊佩克被綁住 - 被打了一套 - 身材有GA - 伊佩克要倒 - 那是馬上上的高地 - 後方是Midia - 是鳥的進來 - 被Midia好扛 - 這一波兩邊站成一團 - 沒有任何人員死掉 - 兩邊一套 - 那你買四斜者的話 - 你可以很快的把你東海拉回來 - 伊佩克就其實最怕這種東西 - 一套怪不死 - 他平常最喜歡跟你打消耗戰嗎 - 我有雷汁 - 帶了一堆小兵送過來了 - 好猛喔 - 這是什麼概念啊 - 直接把小兵送過來 - 哇 通常又教大家怎麼玩雷汁了 - 哇 原來是通靈之術 - 太猛了啦 - 哇 太厲害了吧 - 太猛了 - 我在看什麼 - 就是我原來 - 原來是我在看火差忍者 - 去可以 - 安心的把它吃下來 - 但AD現在上路漏頭的話 - 下路直接開 - 會開吃 - 開吃 - AD上路漏臉 - 下路直接開 - 而且是知道 - 上一場比賽為什麼輸的 - 就是因為沒有交TP - 所以Midia也趕過來了 - 應該是要想辦法把這邊的人 - 阿架著 - 把人全部都敲走 - Midia是直接毀了守護者才覺 - 沒事沒事 - 來看一下 - 這裡是直接把耐的力給避掉 - 秒三秒三秒三秒了 - 假扮就是要秒掉 - 也是順利的把就是打到殘血 - 再中一點點傷害 - 拚了五千 - 不能打武功 - 直接把就是給撈掉 - 而且目的也要倒 - 這一波 - 閃電郎拿到團隊的勝利 - 連SDK也走不掉了 - 拿到那個DoubleQ - 一配個GM起來 - 再倒下 - 這一波是閃電郎拿的一波AIDS - 四字比二的人或是他 - 把可奧耐給輾過去了 - 哇 - C9怎麼可能 - 你怎麼可能讓一則日耳 - 去收上路邊線兵 - 為什麼不讓納爾去呢 - 對呀 - 你怎麼可能讓AD去收那個兵 - 你去收那個兵 - 直接讓這場遊戲結束了 - 但是遊戲結束 - 閃電郎的進擊之路 - 還沒有結束 - 恭喜閃電郎 - 拿到了這一場比賽的勝利 - 再遲一下 - 二 Ari - 卡哥 - 再遲一下 - 卡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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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